从前一段影片,我们已经知道要如何配置缓冲溶液 也知道为什么缓冲溶液可以避免溶液PH值大幅度变动的原理 但随着缓冲溶液的组成不同,它们的有效区间也不尽相同 怎么样才能配置出效果比较好的缓冲溶液呢? 缓冲溶液有效的PH值区间范围又是多少呢? 假设由于弱酸HA与其共二键如画面 其中,弱酸的解离常数为KA 我们可以略出画面中的式子,依据解离常数的定义 弱酸的解离常数可写作 酸的浓度分支氢离子浓度乘上酸跟离子浓度 或者是使用PH值来呈现,取Fulllog后写作画面上的式子 我们以PH表示Fulllog轻离子浓度 以PKA表示将平衡常数KA取负的log 整理后可表示为画面中的两个关系式 当缓冲溶液中,酸的浓度等于共二键的浓度时 可知酸的浓度分支酸根离子浓度的log值为log1 也就是0 换句话说,此时缓冲溶液的PH值等于解离常数取Fulllog后的结果 同理,若是弱减与其共二酸的缓冲溶液 其减的解离常数如画面所示 而共二酸的解离常数可表示为KA' 我们可以列出画面中的反应式与解离方程式 并且依前面相同的推导过程 取Fulllog值后可得到画面中的式子 我们知道,在25度C的条件下 PH和POH加起来会等于离子基常数 经过Fulllog计算后的结果 也就是等于14 此外,共二酸减对的成绩也会等于离子基常数 因此,共二酸和共二减的解离常数 分别经过Fulllog计算之后 再相加,也会等于14 若将上述式子整合后 可得PH为画面中的式子 你发现了吗? 即使使用弱减 与其共二酸配置缓冲溶液 其PH值依然会落在共二酸解离常数 取Fulllog计算后结果的附近 我们整理了几种常见的缓冲溶液组成 及其酸的解离常数 其中,以新字号注记的部分 为氨的共二酸、氨跟离子的解离常数 其解离方程式如画面所示 以醋酸、醋酸跟离子的缓冲溶液为例 假设我们准备了浓度 均为画面所示的醋酸与醋酸钠 混合水溶液1.0公升 当加入1毫升0.1m汁盐酸 或1毫升0.1m的氢氧化钠时 我们可以一起思考一下 水溶液会变成什么状况呢? 当加入1毫升0.1m的氢氧化钠 于水溶液中时 相当于在水溶液中 添加了10的负四次方默耳的氢氧化钠 因为水溶液的体积为1公升 所以醋酸的初始浓度同样也是墨尔数 并且由于溶液体积一致 所以柿子中的浓度比也会等于墨尔数比 因此缓冲溶液的ph值 可表示成画面中的关系式 倘若醋酸的初始浓度远大于10的负四次方 则会呈现如画面中的关系式 因此可知,ph近似于解力常数取fulllock计算后的结果 你发现了吗? 不管加入少量的酸或少量的碱 只要供二酸减对的比例不要有太大幅度的变动 基本上,ph都不会有明显的改变 但是要怎么维持供二酸减对的比例几乎不改变呢? 你想到了吗? 答案就是水溶液中若酸与其供二减的量 必须要远大于外加酸或外加减的量 若以x表示外加酸或外加减的量 当初始浓度远大于x 便会出现画面中的近似关系 因此,供二酸减对的比例就不会有大幅改变 相对而言,缓冲溶液的ph就几乎不改变 由附图我们可比较出纯水及不同浓度的醋酸与醋酸钠水溶液 当加入等量的氢氧化钠时,ph值变动的情形 由图中我们可发现,越是高浓度的缓冲溶液,ph值变化量就越小 所以,我们在实验中配置缓冲溶液时 常将水溶液配置成饱和溶液 这是因为越高浓度的缓冲溶液,就具有越好的缓冲能力 已至25度C下,由于缓冲溶液体积为100毫升 且成分为0.10m的醋酸钠与0.10m之醋酸 试回答下列问题 8.10m的醋酸钠 从前述测验题的答案,你发现了吗? 缓冲溶液的有效缓冲区间,大约都在解离常数取fulllock的附近 且科学家定义缓冲溶液之缓冲能力,大约为解离常数取fulllock后的正负一范围 为什么是这样的范围呢? 我们知道缓冲溶液之所以有效,必须是弱酸与弱酸的共二碱或弱碱与弱碱的共二酸同时存在的情形 当然最佳的状态会是两者比例为1比1的情况下 当两者的量为1比1时,表示弱酸的体积默认浓度与其共二碱的体积默认浓度相同 积水溶液的ph值等于解离常数取fulllock的值 但为什么有效缓冲区间接近解离常数取fulllock计算后的正负一范围呢? 你发现了吗? 正负一是不是正好落在共二酸减对比值取lock后的部分呢? 倘若共二酸减对的含量比值等于10比1,取lock后的值等于正1 倘若含量比值为1比10,取lock后的值则等于-1 换句话说,我们承认缓冲溶液具有缓冲特性时 若酸与其共二减两者浓度的差异不得超过10倍 若超过10倍的话,我们就会说该缓冲溶液已失去缓冲能力了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支影片的学习内容 缓冲溶液的PH值与POH值可以表示为画面上的关系式 若缓冲溶液之弱酸与其共二酸浓度相同时 两者酸减关系如画面所示 同理,缓冲溶液之弱酸与其共二酸浓度相同时 其关系亦如画面所示 溶度愈高的缓冲溶液,其缓冲能力愈佳 当由外部加入少量的强酸或强碱时 其PH值变动的幅度愈小 缓冲溶液之缓冲能力大约于画面所呈现的范围 超过此范围,则该缓冲溶液已失去缓冲效果 同学们,经过这一单元的学习 你已学会怎么样才能配置出效果比较好的缓冲溶液吗? 欢迎与我们分享你的学习心得 下次见